为了振兴零四零三地震后花莲观光 在台日本人花莲姻缘团约40人端午年假来到花莲观光 副总统萧美琴也感谢姻缘团以具体行动来到花莲 响应灾后复兴的观光活动 从地震之后花莲的产业都面临萧条的问题 我们一直努力希望能够促进花莲产业的复苏 在各国其实也很多国家都很关心台湾 也都很支持花莲 这次特别谢谢片山代表 本来是我个人预计要邀请一些驻台的使节 同时也正在跟外交部在做规划 但是日本片山代表自己率先泡砖领域 也邀请了许多的日桥一起来共襄盛举 来花莲旅游消费 同时新一广能够透过美丽的景色 以及他们所拍的许多的照片 回去吸引更多在台湾的日桥 也一样到花莲来 台日间有非常深厚的友谊 患难中更展现出双方人民的情感 当日本发生地震时 台湾总是及时给予关心 而这次花莲发生0403地震 日本政府及各界不但在第一时间捐款关心 现在更以具体行动来到花莲 是海水阿蜜子 阿蜜子 狗狗的一个服装 颜色鲜艳漂亮吗 对 很漂亮很漂亮 会鼓励大家的 我想替一起来花莲 OK 一起一起跟我的家人 花莲业者也都希望借入这次的 在台日本人花莲应援团来花莲走走 希望让外界看到花莲的景点 基本上没有受到地震影响 海岸线也依然美丽 让游客有信心 慢慢恢复花莲观光的一点生机 颜色记者楼欧 华莲市吉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